第五弦 現在要來延伸上次講的大調音階 先講主音在第五弦上面的這個音階的型 上次說到的是這樣 如果我以D這個音 第五弦第五格D這個音來舉例的話 整個音階的型是這樣 上次的型就到這裡 接下來我想要從這個高音的主音 再往更高音的方向 也就是往第二弦第一弦去推算的話 從這個主音開始 在第三弦的第七格 這是主音 它的第二個音 在第二弦的第五格 這個是一個第三弦的主音 跟第二弦上面 第二個音的相對位置 第三個音就會落在 比第二個音高一個全音的位置 再來 第四個音會比第三個音高一個半音 這時候你有兩個選擇 從畫面上看到的無名指這個音 再高一個半音 這是第四個音 或者是另外第一弦上面 你也會找到第四個音 所以這兩個推算的方法 會推算出兩個不一樣的直行 我把它走完 第四個音 第五個音 第六個音 或者是 這是另外一種方法 第四個音 第五個音 第六 還有一個更高的第七個音 所以另外一個直行 它的音域會高了一個全音 我從低音的這個第一再開始 彈一次給各位看 我先彈第一種形態 這個是我比較習慣的形態 其實兩種形態都一樣有用 另一種形態 它有一個特色是 每根弦都會有三個音 我先從這邊彈看看 從第一開始 接下來我要往低音的方向推算 從主音這邊開始 降一個半音 就是第七個音 主音 就是第七個音 接下來從第七個音 再低一個全音 就是第六個音 我會使用到 第六弦上面 這個位置 第六個音 再低一個全音 就是第五個音 第五個音 再低一個全音 就是第四個音 現在我要從主音開始 就是往低音的方向跑 我們會說這個叫做下行 所以這個音接最低音 會彈到這個第四個音 講到這裡 我想要從低音的這個主音 彈到整個子行的最高音 再彈回整個子行的最低音 最後再彈回來 停在整個子行的主音這邊 開始囉 我們現在來講另外一個行 就是當主音在第六弦的時候的大調音階 我們上次用的是 第六弦的第五個 A這個音來舉例 所推算出來的音階是這樣的 這個子行 往低音的方向推算的話 沒有多少音可以推 低音的主音 A 在第一個半音就是第七個音 就是這個子行了 那往高音的方向推的話 從這個高音的A開始 它的第二個音 在隔壁弦的第三格的位置 所以現在主音是在第四弦的第七格 第二個音會在第三弦的第四格 第三個音在第三弦的第六格 再高一個半音 再高一個半音 也就是再高到第七格這邊 就是第四個音了 第四個音到第五個音之間 我要換弦了 第五個音 會在第二弦的第五格 第六個音 再高一個全音 就是這個子行的最高音 注意喔 第七個音 相對於這個 如果第六個音 在第二弦的第七格 第七個音 會在第一弦的第四格 最高一個半音 又回來主音了 最高一個全音 就是這個子行的最高音 第二個音 我從 原本的這個低音的主音 再彈一次 跟刚刚主音在第五弦的音阶一样 在练习的时候我习惯把整个演奏的最后一个音停留在主音上面 所以可以停留在这个低音的主音 或者相对比较中间音域的 或者是比较高音的这个主音 所以我在这个音阶上面随便跑的时候 尽量让一连串的音符的最后一个音停在主音上面 这样的练习有助于去体会主音在整个大调里面所扮演的 那个home的角色 现在来做一个练习 我在这个音阶里面随意的弹 但是停在这个低音的主音上面 来咯 试试看 也许你可以弹到别的音 但是只要回来是停在这个主音就可以了 也许我换一个别的版本 或者是 也可以停在另外一个主音 我可以停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